老话有讲一哥剩九鸡 今天买了两只乳哥 来跟大家分享一款 粗盐举乳哥 秋冬季节多吃它就对了 还准备了一些 小孩子都爱吃的鸩鸩蛋 好 现在先来把乳哥给清洗干净 这两只乳哥 有点瘦啊 买丰满一点的做出来效果会好一些 洗好后我们把这个脚 小鸭子剪掉不要 菊出来它会很干没肉的 屁股也一起剪掉不要 洗好放到绿兰中控干水分 这一步必不可少 因为我们是用来做盐菊的 水分多了 菊的时候它会漏汁 这个时间来把鸩鸩蛋给洗一下 鸩鸩蛋营养成分很高 被誉为碗中佳品 平时可以多包点给小孩子们吃 据说鸩鸩蛋还可以保护四粒哦 洗净后放一边备用 北风大我们的乳哥一下子就吹干了 现在调味腌制 只需要加入10克的盐菊鸡粉就可以了 不需要其他的材料 内外给它涂抹均匀 按摩一下就入味 这种盐菊鸡粉带有沙姜 干草香叶等材料 所以我们就不用另外下去腥的材料了 给它充分涂抹均匀后 放一边腌制一个小时以上 有个腌制了有两个多小时了 现在用锡子给它包起来 给它多包两层 防止等一下碰烂了 盐跑进去就很咸了 包好的乳哥先放一边备用 现在我们来炒盐 这里是6斤的粗盐把它炒热 炒盐不用什么技巧 把水分炒干 炒至劈劈啪啪啪作响就可以了 喜欢香料味的朋友 也可以加点花椒 八角灰皮之类的放进去炒 好了我们的盐基本上炒到可以了 颜色已变 劈劈啪啪啪作响了 现在把它盛出一部分来 锅中留下三分之一左右的盐 把它铺平 再把我们乳哥还有鸪鸳蛋放进去 接着铺上我们盛出来的盐 把鸪鸳蛋和乳哥全部封盖掉 用铲子轻轻的给它按压一下抹平 这样保温会更好 按压好后盖上锅盖 调小火给它焗上15分钟 因为我们的乳哥比较小 时间不用太长 温暖乳哥焗到有15分钟了 现在把火关掉 让鱼温继续给它焖多20分钟 20分钟以过 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现在用小勺子 轻轻的把盐开到鱼边去 20分钟这个盐还是很烫的 要小心 先把这个鸪鸳蛋给拉出来 接着就是我们的乳哥了 看一下下面这里有点漏汁了 好香好香 一股盐焗的香味 闻到口水都流了 一款碰香的盐焗乳哥做好了 皮爽又滑 咸香入味 喜欢吃盐焗的你 还不赶紧带酒过来吗 你吃饭了吗 不赶紧带酒